苹果执行长库克又来了 库克在微博发文写 很高兴再次回到北京 放上影片是他跟摄影师 陈曼漫步北京 两个人还拿iPhone自拍 库克还现身一间有机农场 看着蔬果喊我饿了 这是他今年第二次访中 着眼的当然就是开拓市场 今年三月 库克就见过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外界就认为这回库克 可能又是来打通关 盼望苹果AI能够落地中国大陆 毕竟少了主打的AI功能 铁钉威胁苹果手机在大陆的市场 不过如果库克要找大陆业者 共推AI将来也会有困难 因为美国政府预告 未来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的AI 或是敏感技术的时候 就必须通报美国财政部 避免关键的技术外流给解放军 拿来对付美国 最快下周详细的规定就会出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